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罪行的行为 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 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从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自首一般分为两种 即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自首 第二种是特别自首 特别自首又称准自首 于罪自首或者于首 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 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我们先看一般自首 一般自首包括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自动投案 自动投案一般是指犯罪尚未被发掘 或者虽被发掘 但尚未被司法机关查获 或被群众流送 犯罪人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之下 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 自动投案这一点 大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投案的时间 自动投案必须在犯罪发生以后 到犯罪人被司法机关抓获 或被群众流送以前 第二是投案的对象 犯罪人可以向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 任意一家投案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的惯例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 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投案的 也可以以自动投案论 但犯罪人必须不能有反对 移送案件的行为 第三是投案意志 一般应是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 在这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均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 所以不管犯罪分子是出于真心的悔过 还是因为东躲西藏生活无以为继 或者就是为了轻判 而自动投案的都可以成立自动投案 如果是被动投案的 或者是被群众流送的 在这里就不能构成自首了 最后一点是投案的方式 投案的方式可以包括亲手 也就是自己去自首的情况 第二呢是带首 又因为生病等特殊情况 而由他人代为自首的情况 也可以以电信的方式自首 但是不能是匿名的方式 最后呢也可以有亲友陪同去自首 不管如何犯罪分子 必须是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 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 第二个构成条件是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首先投案人供述的 应当是主要的犯罪事实 以故意杀人为例 犯罪人交代的必须是杀人的事实 至于他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 或者他拒绝交代凶器常在哪里 这种情况都可以构成如实供述 其次投案人所供述的 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然在共同犯罪里面 除了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犯罪人也需要交代同案犯 以及他所知道的同案犯的行为 最后投案人供述犯罪事实 必须主动 所供述的犯罪必须是如实的 接下来我们看特殊自首的构成条件 特殊自首的构成条件 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适用特定的对象 即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成立自首呢 是因为他们如实的供述的是自己的其他罪行 也就是说犯罪人不能供述 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服刑所依据的犯罪事实 而必须是这些犯罪事实以外 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 最后我们看自首犯的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典第67条的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触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触罚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